大家好 我是MyFlawletter的Kelly 今次我們會用了三種銅色系 但不同的花菜來做我們classic的作品 大家收到回來的花都可能在沉睡之中的狀態 記得盡快幫你剪花剪腳 養水幾個小時後 花就會回復原來的狀態 第一次收花的朋友 記得看我們的花材處理短片 在介紹花材之前想提醒大家 我們想像花蟻絲一樣去收一些鮮花 如果你們收到截止的情況 其實你剪掉它就可以了 這些多頭的花材會有些不完美的花 很多時候我都會保留它們 但如果一些比較不美 或者不喜歡的話 其實一樣 剪掉它就可以了 我們首先介紹花材 第一組花會用到Shimmer玫瑰 中文叫做微光玫瑰 微光玫瑰最特別之處就是它的顏色方面 它是一個三文魚的顏色 花飯外層是比較淺的粉紅色蜜桃的顏色 到花飯最內層慢慢開就會看到 是一種比較淺色的黃黃的pitch color 而它的花飯也都軟軟的捲在一起 第二組花菜我們會用到康賴馨 之後我們會用到非洲菊 我們換到蜂巢 我們換到蜂巢 白珍珠 白珍珠有時有缺水現象出現的話 你就會看到它凝固的情況 這個情況發生的時候 然後我們只需要將花腳剪短一至兩吋 然後給多些水深水讓它 它就會站直 最後醃材方面我們會用到小油加利葉 大家大概會收到這個份量兩至三小畜 我們準備了一個花菜 recipe 裡面列明了每一朵花大概的長度 來做以下的作品 大家處理好花材之後 就可以將水倒入花瓶裡面到大部分的位置 然後就用我們準備給你的營養粉 可以整包倒進去 然後拿一枝花攪一攪 用了營養粉之後可以隔天才幫鮮花 剪腳、換水和洗花瓶 到時就用第二包營養粉 就算沒有營養粉 都建議大家每天幫鮮花剪腳和換水 你鮮花會保持得更漂亮和久一點 我們首先把油加利葉放在花瓶裡面 剪成相對的兩小畜或三小畜之後 我們就放在花瓶左右兩邊 然後放在一個外面 然後放在油加利葉之後 便可以將腌乳放進去 首先用最短的一枝抹腌 放在花瓶前面 正中間的位置 然後在左右兩邊放另外兩瓶 接著就到玫瑰花 先把短的放在花瓶正中間的位置 長的放在花瓶的左邊 剛剛放完康乃興 現在放好玫瑰 之後會用非洲菊 接著用短的非洲菊 留意這次顏色的花材很實色 你會看到太陽光底下 也不會透光 也不會漸變的顏色 放在這兩朵康乃興之間 之後長改枝的非洲菊 就會放在花瓶的右邊 如果大家想像我們這次一樣 用一個色系來做一個作品 但用不同的花材 也有一點提示給大家 在選擇顏色方面 其實你可以選一些比較淺的顏色 例如淺粉紅、白色 或者比較深的顏色 可能深紫色 但避免一些鮮艷的顏色 例如鮮紅、鮮黃 然後白珍珠放在花瓶後面 玫瑰花的後面 最後封炒果 就是放在花瓶兩邊的位置 今次的作品就完成了